人奈乡中正国小累球队参加教育部国中小女子累球联赛国小甲击勇夺全国冠军 南投哨棒代表队参加华南金控杯全国哨棒球锦标赛荣获全国第三名甲击 附近享陈振生今天在县府七楼国际会议厅接见获奖选手并颁发奖状表扬他们 教育部107学年度国中小女子累球联赛国小甲击的中正国小在众多的队伍中一军突起 荣获全国冠军 另外以民间乡新街国小为班底的南投哨棒队也在华南金控杯 全国哨棒锦标赛中获得第三 表现十分优异 副县长陈振生今天一早特别在县府国际会议厅接见并表扬他们 陈副县长表示 本县哨棒累球队成立较晚 十多年在校长老师及教练的用心指导之下 成绩逐年提升 选手表现可选可点 今年来屡创佳击 今年更是后来聚上大方异彩 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更要感谢师长 教练的用心及家长的支持 我们都了解 南投县帮球队成立的比较晚 那所以在这十几年中间 经过教练 校长 以及老师的指导 终于成绩一直累积上来 获得非常好的价值 而且今年我们的累球队获得全国国中小累球比赛 获得全国第一名 那棒球的部分 我们南投县的国中小的棒球队 参与全国的比赛 获得第三名 这些价值其实讲起来都是长期累积的 那我们不气不耐 在相当困顿的一个环境里面 教练 校长 坚持培训检手的精神 所以这些努力 非常辛苦 尤其南投县这个条件 比都位区差了太多 不过我们不以为 认为是困难的 还是经过全体 大家试生 以及社会关心人士 还有家长的支持 让整个活动的成绩 直连坚入佳境 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中村国小累球队教练宏瑞祥表示 这次是学校累球队乘军以来最好的一次 除了归功选手平日训练用膝 基本动作到位 团队默契好 攻守兼备之外 投手黄于谦 优异的表现也是功不可握 未来希望在各节支持下 秉持该校优良传统 培养更多体育人才 未先证光 今年比赛最突出的还是团队为主 那当然最突出的是投手黄于谦 他的表现比较突出 然后在各方面的打击跟守备 各个选手都有他的才能来在舞台上好好的表现 新街国小教练季居林表示 今年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检票赛 南路线代表队由新街国小 新丰国小 千秋国小 以及法治国小等校组成 由于一同培训时间较短 比赛出奇难免默契不足 影响表现 随着比赛场序增加 队员默契越来越好 在全体队员齐心协力之下 终于不负众望 赢得全国第三 这次是 这次有 因为新街为主题嘛 那有搭配千秋 新丰 中正 跟法治 这几所学校所联合组成的球队 那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集训的时间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需要临场 看一些小朋友的状况而做 做 做调整 那后来一场球 一场球 慢慢小朋友的磨合跟那个默契 慢慢都跟上 那小朋友也非常 斗志非常高 那一直提醒他们 这是有机会成为国所的一个选拔赛 那鼓励小朋友去尽全力的 除了团队的成绩以外 也要尽全力的去表现自己的能力 让选训委员看到 看到我们南投县的小朋友是有能力的 那就是一直鼓励他们去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这样子 南投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指出 南投县绍棒锣球队 能在全国赛中双双绽放光芒 赢得佳击 除了感谢县府长期支持指导之外 也要感谢各界对学校棒锣球运动的发展 关心与指导 还有普里国中体育班教练的热心协助帮忙 以及民间团体 企业赞助等等 因为有这些的支援 才能让本县各校有信心 为棒锣球运动扎根基层 培育出更多优秀的棒锣球运动人才 记者陈寅志 南投采访报导